赵瑞斯白色小吊带出门 赵瑞斯,请把小吊带焊在身上 在这种搭配中,赵瑞斯巧妙地选择了一条设计简单精致的小吊带 补充了宽松舒适的宽腿裤 不仅展现了现代女性对舒适时尚的中球 而且巧妙地勾勒出她优雅的姿势 有了她标志性的黑色长直发 整个造型充满了青春和活力 仿佛让人们立刻回到充满纯真和笑声的校园时代 网民们说,谁能抗拒这样一个女朋友的力量 小吊带作为时尚界的长春藤 其简约而不简单的魅力,深受女性的喜爱 赵瑞斯选择的小吊带虽然没有复杂的装饰 但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自然纯真的美感 与阔腿裤的巧妙结合 不仅拉长了腿部线条 还增添了一点休闲时尚气息 同一天,赵瑞斯也换上了另一件民族风格的花瓣丝绸连衣裙 冷色的裙子让她更加清新脱俗 仿佛画中的仙女再次证明了她对色彩搭配的独特眼光 这样的赵瑞斯不仅用她的时尚态度诠释了美帝多样性 也为女性提供了宝贵的穿着灵感,让人感叹时尚可以如此简单美丽 02.赵瑞斯玩梗太有料,甄嬛撞金句秒遍潮流 网友,这梗我给满分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特别火的话题 赵瑞斯和她的甄嬛撞梗 你可能会问,啥是甄嬛撞梗?别急,听我漫漫带来 赵瑞斯,一个长得美,演技棒的女演员 最近在网上玩起了一个老电视剧甄嬛撞里的搞笑台词 结果一下子就火了 她那句凑嘴,打乱她的狗 让全网都吓翻了,大家都在模仿,这事可真够逗的 赵瑞斯这次玩梗,可不是随便说说 她那小嘴一撅,眼神一挑,活脱脱就是甄嬛撞里的娘娘 网友们看了都乐坏了,纷纷点赞转发,这梗就这么火起来了 有人说,赵瑞斯这是五支冲浪,啥热点都能抓住,真是个网络高手 赵瑞斯可不光会玩梗,她还是个多面手 演技就不用说了,看她的戏就知道 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她都能引得入目三分 再说她的穿搭,每次样像都能让人眼前一亮,时尚感爆棚 最重要的是,她对人特别亲切,跟粉丝互动就像朋友一样 这样的亲和力,让人不喜欢都难 这个甄嬛撞梗活起来,不光是因为赵瑞斯的个人魅力,它还反映了现在年轻人对经典文化的热爱 甄嬛撞虽然是一部老剧,但它的经典台词和情节,到现在还被人们惊惊恶到 赵瑞斯这么一玩,不仅让大家重温了经典,还让更多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兴趣 网友们对赵瑞斯的甄嬛撞梗反应可热烈了 评论区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的模仿台词,有的评图误稿,还有的创作新的段子 这种互动,让这个梗更加深入人心,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赵瑞斯这次的表现,不仅展现了他的幽默感,更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 他没有均离于传统的表演方式,而是大胆地将经典元素和现代流行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出了新的娱乐形式 这种敢于创新的态度,让他在娱乐圈中得数一致 总的来说,赵瑞斯的甄嬛撞梗现象,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多才多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种现象对赵瑞斯的个人品牌和公众形象都有很大的提升作用 最后,让我们期待赵瑞斯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欢乐吧 请大家今天的 revisi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排排规影量 每个 항 earthquakes 排线 预防